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来跟大家谈谈的就是绩效陷阱 很多人都会觉得绩效奖金是有助于让绩效提升 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其实这分两个层次来看 就是第一班而言的话 每一个人都希望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能够有所表现 有所表现我们讲绩效两个字 那绩效希望能够比较好的话 一种是自发性的 就是心里面想要去做好的 那通常而言我们看不到别人的内心 所以对公司而言的话 建立一些绩效的制度 坦白讲是有其必要的 那重点来了 那绩效的制度如果只是口头嘉奖 或者是公开表扬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网络上面会看到一些 包含游戏 去给你一些免费的徽章 这个就无可厚非 但我们针对公司而言的话 我们再讲说理财或者财务管理 它真正的关键是 假设我的绩效在给你鼓励的时候 会牵扯到钱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量到说 我给你的钱不管是成本也好或者是费用也好 是不是能够搭配配合你的绩效 所以绩效奖金在公司的设计上面就格外重要 它的本质的意义 它是一种成本的概念 或者费用的概念 我们将本球力来看的话 就是如果今天给你一个绩效奖金 或者是绩效的鼓励 它牵得到钱 或者是跟钱等值的产品的时候 我就要考量这个是我花费的成本 我有没有办法匹配你所达到的绩效的效益 所以回过头来 如果以这个逻辑来看的话 就是当绩效真正成立的时候 我才可以给你奖金 才可以给你钱 举个例子而言 我不知道说志远 你自己有没有去买过网络上的服务也好 或产品也好 它会有所谓的鉴赏期这种概念 有啊 像一些购物平台 PC等这些平台 它们都会有七天的鉴赏期 好 如果说有鉴赏期的话 我举个例子好了 有七天的 甚至最长的话有14天的 如果今天刚刚好 在鉴赏期的期限之内 你还没有退 因为鉴赏期就代表说 你买了就可以退 对不对 我公司看到业务人员 比如说我负责区块的产品 结果区块产品卖了100万 但是有20万都还在鉴赏期内 你觉得公司应该是 用销货收入的100万 还是要扣掉还在鉴赏期的 20万的80万 当成绩效的 奖金的计算基础比较合理 当然是扣掉比较合理 对嘛 所以说大家好 基本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我今天虽然把货都已经发出去了 客户也收到这个货了 那为什么说 要在鉴赏期的范围 都已经过了之后 才可以当作是真正奖金绩效 因为讲白了 我们所有的交易要完成 所以完成就是 我跟以前常说的 我们所有的做生意三个步骤 一个叫做创造价值 第二个叫做传递价值 第三个叫获取价值 而获取价值就是 我们买卖交易都已经完成了 而都完成的时候 你没有在说 退货的可能性的时候 我再给你这个绩效奖金 才代表说 我真正赚到了 这个时候 我才把我赚到的收入 拨一部分来给你 这个才是比较合理的 所以这个给大家想想 第一个叫鉴赏期 要过了之后 交易才算是完成 而第二个 我们谈叫交易完成的时候 一般人可能 比较不会有种感觉 我不知道说像 资源 你有去便利超商买过东西吗 有 然后好哥刚这么一说 我就想到了 我过去曾经打工的经验 像我们之前做过一些sales 做这个sales的期间 虽然可能只有 一个月两个月 但是你当销售员的过程当中 你所销售出去的产品 你要拿到计较奖金 都不是隔月的薪水 就可以领到的 他都要再隔一个月 因为你的鉴赏期 跟保固期 可能是一个月 但是你要过了 这一个月之后 确定收到这一笔账款 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 他才会合花奖金给你 以前会觉得 怎么这么晚才给我 现在基本上就是要合理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感觉 好像已经把产品卖出去了 但对公司而言 他还是有一个潜在的 被退货的可能性 也不算退货 过了鉴赏期之后 他如果把货退回来的话 讲白了这笔交易 就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 他先把奖金付给你的话 就很奇怪了 等于是他鼓励你 没有完成的一笔绩效 所以大家这样去理解的话 就知道为什么他会有 我们感觉好像绩效奖金 持发的这种状况 回过头来的话 我刚刚问志远 志远你觉得 你去便利超商的时候 这些放在超商货架上面的货 都是属于超商自己生产制造的吗 不是啊 不是嘛 一定是别人放在他的架上 所以说其实超商呢 就是我们常讲的通路商 通路商放在他们上面的货 其实都不是他的 都从其他地方调度过来的 好那请问一下 从其他的地方调度过来的货 你觉得不管是全家也好 7-11也好 挂在他们或放在他们货架上的货 你觉得是属于超商的货 还是属于他们从调过来的这些 不管生产商或贸易商或销售商的货 你觉得是谁的货 当然是对方的啊 不可能是这个店员的 对好那你看啊 有些的货呢 可能是这个通路商 比如说便利超商呢 或者是超市 超市有算通路商吗 他们把买断 这一部分的货呢 就是属于超商的货 好重点来了 如果今天好哥是卖一个零食糖果的 然后我把这个货呢 给这个通路商了 很多的时候通路商啊 他会跟像我们卖货的人说 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我把你买过来了 重点来了 我把你买过来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退货的条件 就是如果三个月呢 我还没有把我所有的货卖掉的话 我有权利把所有的货退给你 那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好哥 是卖给这个通路商的这个销售人员的话 我一样啊 卖了100万的货 卖了100万的货呢 但是我有一个潜在的 让通路商的权利是 如果100万他没有卖完的话 他三个月后能够退给我 我这个月啊 已经告诉我老板说 我卖了100万的货给通路商了 但通路商三个月之后 有权利退货 如果是身为这个资源 你是我的老板 你会把这100万当成是我的销售的绩效 给我奖金吗 不会 你应该等到什么时候才给我绩效奖金 等到没有被退货的时候啊 对 所以大家你看啊 这个其实跟刚才建厂期是类似一样的道理 什么道理呢 就是如果对方只要有退货的权利 而这个退货权利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 这交易就没有完成 而这交易没有完成的话 如果说一不小心 你把这个当成是绩效奖金的计算基础 发给业务人员的话 那如果讲个极端的例子 像我刚才这个给我的通路商100万的货卖出去了 三个月之后他一个都没卖出去 一个都没卖出去 但是我给了我的销售人员 比如说5%的绩效奖金 那就是5万 等到他三个月退回来之后 我就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哎呀 怎么全部退回来了 等于代表我没有赚钱 可是我没有赚钱的过程当中 我已经先付了5万奖金出去了 第一个我认赔的话 那公司不就是多亏损了5万块钱吗 而第二个 如果说不对 这个没有卖出去的话 我要请业务人员把5万块钱给 收回来 哇 那个公司跟业务人员之间的感情 就瞬间基本上降到冰点了 所以不管对公司是亏损而言也好 或者是说对于公司跟业务人员的关系 建立跟长长久久也好 我们通常就会把这个 还没有完成交易这个时间 不当成一个计算绩效的基础 这个是对所有公司 基本上都要非常在乎的 所以除了刚才讲的通路商 或者是一般我们交易的过程当中 有所谓的退货权利或者建厂期之外 其实在我们银行里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状况 因为好哥以前就做银行的 像我们一般银行贷款出去之后 每个月基本上都会收利息 每个都收利息的话 这个才是我们银行真正赚钱的基础 好重点来了 假设我今天是银行的业务员 然后我贷款了100万给这个资源 然后你每个月 比如就付我5000块钱的利息费用 5000块钱利息费用 你向我借钱是一年 请问一下 如果说从1月1号向我借 借到12月30一号 每个月付我银行5000块钱的利息费用 原则上我是业务员 我可以从这5000块钱利息 去抽到一些佣金或者是绩效奖金才对 资源 如果你今天是我的客户 做完这笔交易的时候 我的老板该不该给好哥 每个月5000块钱里面 拿一些绩效奖金给我 你觉得应该吗 我觉得应该 但是他可能要真的收到钱 有可能这个客户可能 缴不出利息费也有可能 回过头来 这就是刚才的资源讲 第一个 他有可能把利息全部都缴完了 这是银行一个非常特殊的观念 借这个机会 好哥其实那时候到银行的时候 就有一个非常大的疑惑 也就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在分奖金的时候 会分两块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他利息要缴出来 那我们给他奖金 这件事情好像已经赚到收入了 再重点来了 银行不是只有收利息而已 如果今天他刚借了100万 对不对 我每个月假的收5000块的利息 两个月是1万块钱 一年呢 也只不过收到6万块钱利息 但如果他在12月31号的时候 理当还钱 但他跑路了 大家知道吗 他不是基本上 让我亏损6万块钱而已 是100万都没有了 所以银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他真正的交易完成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 从来不是利息而已 是他的本金 所以他如果本金亏损的话 这样的一个亏损 对银行造成 他的风险会更大 所以说在银行的奖金制度上面 是个比较特殊的状况 就是他的债务 不是只有利息的费用而已 还包含他欠银行的本金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在给奖金的时候 他可能就要有一个 或有的债务条款 就是如果他没有还钱的话 某种程度上面要怎么样把奖金 发放做一个递言 所以其实回过头来 我们讲说真正的绩效奖金 它的关键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确保 绩效真的有达成 绩效真的达成的时候 我们才应该把这样子 相对应的奖金给到对方去 第二个要确认一下 就算他绩效达成了 银行关系是一个特殊案例 他有没有一些货有的负债 就是可能会发生的负债 就像这个本金一样 他还潜藏债的时候 公司跟银行就要考量说 怎么样能够把这货负债 能够压低 才不会造成绩效奖金 发放出去的时候 额外造成公司过大的负担 大概是这样子 可是有一个问题 我想要请教好哥 因为像有一些他的绩效 可能是用一些 加奖的方式 或者是技工 或者是说像好哥 提到的等值的东西 像在军中 你可能会有徽章 人家就是说 这个徽章价值多少钱 其实对很多人来说 就会没有办法直接感受到 收到奖金的那一种快乐感 其实坦白讲 这人力资源上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举个例子来也好了 很多人打手游 跟电动玩具的时候 他真正收到 不是实质的货币 他就是分数而已 其实对所有的 这个人而言的话 我们奖励的东西 从来不见得是实质的 是一个及时反馈 对他感觉 有被激励到的东西 基本上能够感受到 他有需求 基本上就OK了 要不然大家想想想看 我们在打电动玩具的时候 会打手游的时候 你为什么会想要打 很重要的三个因素 第一个基本上门槛很低 什么门槛很低 你就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很快就能够达到 你想要的这个结果 第二个即时反馈 第三个 你一定要参与在这里面 人基本上是靠着成就感 而成就感的其中一个 叫做实质反馈 而从来不是只有实质反馈 才会造成我们成就感 要不然很多人家 做公益的时候 看到别人的感谢 就算是没有徽章 他也觉得自己有被需要的感觉 所以激励这件事情 刚才志愿问到了 非常重要的关键 很多人说 为什么发了奖金之后没有用 颠倒过来看 我说对 激励从来不是只有靠奖金而已 每一根需求不一样 就像我们在当兵的时候 你不要给我钱 你只要给我价就行了 你只要让我能够放价 比钱还重要 所以找到适切的激励的因子 这在人力资源上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而每个公司都不一样 而唯一比较 特别大家看到的 有型的东西 反而是绩效奖金 因为这个基本上会反映在我们财务报表上面的 这个才是为什么 我会把绩效奖金 拿来在财务上面 做分享的主要的关键原因 透过了好哥的分享 可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财商思维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好哥 谢谢 谢谢资源 拜拜 拜拜 拜拜